附近有沒有生活機能 附近有沒有工作機會 自己想一想 因為現在全台到處都在炒房 真的是很糟糕 全台炒房熱 有些那種根本就沒有人該買的 不應該買的房子 結果買下去 你第一個想法是我要租給人 房價很難漲 如果你真的是買房子要賺錢的話 不要碰法拍屋 房屋要整修費用很貴 尤其是法拍的房子 比如說整棟建商倒掉 他蓋一半就倒了 然後你要去接他 最傻的這種人 因為你接他了 你要水電什麼都要重弄 看起來房子好像鋼琴水電 可是你要重弄 重弄這件事情很辛苦 租給誰 你在小平亭買了一個房子 你要租給誰 最近A7歸山 很多投資客踢到鐵板 因為他不知道租給誰 這個問題也存在在台中的烏日 高鐵站正旁邊有一棟房子 都是投資客買的 租給誰 沒有人 沒有人要租 你說我們便宜租 沒有人 人都不夠了 台積電挖了很多人 最近有個新聞說 台積電把人都吸光 所以什麼 中華電信去挖了什麼台鐵 高鐵的員工 就人口是移動的 今天原本人口 舊人口就這樣 台灣人口一直在下降當中 台積電需要很多員工 所以吸過去 那原本的洞怎麼辦 中華電信怎麼辦 台鐵怎麼辦 高鐵怎麼辦 員工就流掉了 跑掉了 沒掉了 洞就出現了 如果今天真的 因為這樣子引進 印度人很辛苦 台灣會辛苦 確定你敢自住嗎 這句話 很多人在買房子的時候 以為自己可以住 結果後來買進去之後 你不敢住 比如說像這一棟 熱門的景星街 這個是 林森北路最有名 台灣台北第一兄宅 第一兄 樓上有一個祠堂 這個祠堂我不要比他 這個祠堂可能是供奉的是 死在這邊的住戶吧 所以要每天給他燒香拜拜 那這個社區呢 交易從來不斷 因為很多人夢想 在這個社區賺到錢 因為這既然是台北第一兄 前一陣子才死了三個人 陸續有人 跑到這個社區裡 是跳下去這樣 然後你想說 一户兩百萬便宜 買下去 租給那種東南部不懂的人 你確定有人要跟你租嗎 你要確定這件事情 沒有人要租哦 新聞說很好賺 新聞騙你的你也不知道啊 記者隨便寫一寫 因為投資客拜託他寫 也有可能發生啊 懂嗎 你敢不敢住呢 你說不敢 房子就房子不敢 你去住室看啊 你去住室看 你覺得住得很舒服 住了半年 住了一年 你在想說有沒有 跟你一樣 腦容量的房客要跟你租房子 附近有沒有生活機能 附近有沒有工作機會 自己想一想 因為現在全台到處都在炒房 真的是很糟糕 全台炒房熱 有些那種 根本就沒有人該買的 不應該買的房子 結果買下去 你第一個想的是 我要租給人 你要想租給誰 外勞會租你的房子嗎 外勞不會租你房子哦 外勞租你的房子 是一個社區的破壞 因為外勞一間房子 如果說台灣的勞工 兩個人住 外勞可能是十個人住 因為台灣對外勞真的很不好 我真的覺得對不起 外勞 不應該這樣發生 外勞進去了 房租就毀了 房價就毀了 我只能提醒你這件事情 最新影片都在 好房網YouTube頻道 記得一定要訂閱哦 打開小鈴鐺哦 第一時間收到最新通知